泡酸酸酒常见的几种错误方法 你做了几条 第一 很多人再来酸酸回去 第一件事是用水清洗 然后沥干水分就直接泡酒 这是不对的 因为表面的水分虽然沥干了 但是果肉的水分没有沥干 导致泡出来的酸酸酒水分过重 如果在泡酒的过程中 酒没有淹没过酸酸 会导致酸酸发霉 正确的做法是 不用水清洗 新鲜酸酸直接用白酒泡半个小时捞起来 再开始泡酒 这样表面的细菌会被消灭 一些小虫子也会被清除掉 如果泡的食干酸酸 直接用50度以上的白酒泡10分钟 捞出以后直接泡酒 第二 酒的酒有在选择白酒时 使用的是50度以下的低度酒 这是不对的 低度酒泡酸酸容易引发变质 也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建议大家选择50度以上的高度酒 比如选择孤单发酸的酱酸 农酸清酸酒都可以 因为孤单发酸的白酒属于纯粮食酒 高度白酒能够清除掉酸酸表面的虚菌或小虫子 还能很好的以果度上去融合 泡好的桃酸酒既不会破坏原影的酒体香香 还能够丰富酒体的香味 而且也不容易对人 比较适合小的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 泡酒的容器尽量选择五千玻璃坛 五千玻璃坛的坛子通透无杂色 盘子类的泡酒材料和白酒能看到一清二楚 也能看到泡酒颜色变化 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泡酒的容器一定要选择干净无意味的坛子 否则容易出现春味的情况 桃子坛或者土豆坛都可以泡酒 但是不能很好的看清楚桃子内部的情况 切记不要使用塑料桶泡酒 第四 很多人泡桑酸酒会加入很多冰糖 以为冰糖越多口感越好 其实不然冰糖太多会使酒水太过甜 反而会掩盖泡酒的其他果香味 我的建议是根据自己的口感 适量加入或者不加入也是可以的 各位朋友 泡桑酸酒的坑啊 帮大家踩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有用呢 请选低小信心或者收场 有什么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下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